据媒体报道 由于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 广东省政协常委会议 以免据粮堂 拱会的政协第11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 并撤销其委员资格 另外因涉嫌受贿犯罪 同时撤销图摇生 罗宇宏、林建兴、武仲和的政协第11届广东省委员会委员资格 被接受组织调查的还有 阳江市政协主席、党组书记韦利昆 和广东省国土支援厅前傅巡视员 魏州市国土支援局前局长麦敬如